這個弦,首先呢,先在這上面按右鍵,然後複製三次 才會有剛剛那樣的效果,複製第一個 再來的話,一樣的方式再複製第二個,複製組成 這邊複製二,總共要複製三次 複製三次之後,接下來呢,我們要針對這些,做一些翻轉的效果 首先的話,剪這個,第一個,拷貝這個,做一個變形,做一個旋轉 這邊的話,我們用變形裡面,它有旋轉,它傾在這邊的話,做一個水平翻轉 這個做水平翻轉,再來的話,二的部分的話 這邊的話,接下來我們再針對這個旋轉二的部分呢,做一個瞬時針 剛剛第一個的話,是水平翻轉 第二個的話,是順時針 這邊的話,找到順時針,旋轉的旋轉 然後再來的話,拷貝三的話,我們在也是一樣變形的地方 這個的話,我們拷貝三的話,再做一個水平翻轉 一樣是水平翻轉,所以拷貝跟拷貝三是水平翻轉 這個的話,是做旋轉的旋轉 然後的話,再來,做完之後的話,接下來 再來的話,我們把這個 再來的話,把PSD-D的這個頂向 我們這個有個圖程,按右鍵,把它複製圖程 記得把這個圖程能複製到PSD-02 PSD這個按確定 確定的話,它就會移到這邊 我們剛剛的這個,旋在這裡 記得把它往上放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裡面兩個效果 做成融合在一起的這個效果 首先的話呢 我們需要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透明度的地方 請你把它改成10 有沒有 這地方,透明度的地方 記得把複製圖程能複製的部分 把它改成50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旋轉的效果出來 其他的部分不要動 一個正常,一個透明度 先把這邊再往上 記得他們的動作就是 先複製三個 然後呢,再做水瓶 這個水瓶,這個水瓶 這個是正時針 再把它複製過來 方便先幫你們隔離一下 那上面怎麼再新增兩個圖程 要不要注意,底下這邊有 新增圖程 這個是複製桶 如果你圖程要丟掉,就直接丟這裡 一個,兩個,兩個圖程 第一個,圖程後的部分要做什麼呢 首先的話,請在這裡把它填顏色 所以編輯填滿裡面呢 把它填滿什麼顏色 填滿白色的 所以這裡的話 直接二戶,二戶,二戶,二戶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再按個確定 那就會填滿個白色 填滿白色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在旁邊 直接 在白色的這個小圖形